在什么时节 采什么食材 施什么 泰州人用味觉记忆季节 用本土滋养处的食材 调和五谷 移养自身 泰州务华天保 秋不知道在牲畜 在家禽 在水产 尽情收看美食中国秋不知道 食令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时间线索 一年四季 大地孕育出不同的食材 在岁月流转中 中国人的食谱变化万千 寒露世界 生命轮回交替衣食 无论禽畜 蔬食 都在食谱上写好了结局 而这个食谱 因不同地域的食材 保藏着厨房的秘密 泰州人的进步之道 陈述着本土的春华秋食 让雕鹰大快朵移的是一碗腰花汤 以她的婆婆徐玉美的经验 在秋天给产妇补补身子 一碗腰花汤最好不过 腰花汤的汤汁浓厚 腰花滑嫩爽口 营养易吸收 一碗腰花汤 很少有人能把它做出上等口感 徐玉美做腰花汤是个行家 他选猪腰 隔天隔夜都不行 必须是当天上市的 新鲜的猪腰光泽鲜亮 纹理清晰 因泰星生猪保有量大 本地人对猪所衍生出的食材 用尽了各种烹饪方法 猪腰也是当地人进步的首选 到了秋季 这种偏门食材紧俏 往往需要向熟悉的摊主 提前预定 做腰花汤 猪腰的处理是关键 新鲜的猪腰腥气较住 要反复清洗 一碗好的腰花汤 需要时间与耐心 分切腰花 首先要剔除的是 中间的一层白金 这个部位杉味最重 姜腰花也颇有讲究 料酒及淀粉入碗多少 全凭徐玉美三十几年的经验 姜的过程 料酒和淀粉的用量 也会影响口感 绝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家庭关系的纽带 它滋补着儿媳的身体 传递着长辈的关爱 泰州泰兴是全国著名的生猪之乡之一 泰兴的生猪 以肉质紧实而闻名 泰州人贴秋标 自然少不了吃肉 清炖 红烧 那都是再平尝不过的家常菜 但泰州人吃的偏门 将猪头肉 猪尾巴 猪舌头 猪耳朵 视为美食之宝 猪丝宝被泰州人视为滋补善品 自然成为他们的秋补首选 如果对猪肉的厚爱 用几道秘制卤味不足以表达 那么用猪肉做零食 足以说明泰州人的进步手法高明 猪肉斧让泰州人一往情深 将猪肉切成薄如树叶的肉片 微或备干 瘦肉纤维在唇齿间分裂 入口反复咀嚼 绵软爽口 随即变成了口袋零食 泰州人追随时令 秋日进步 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 秋补的味道 不约而同地飘来 秋霜未落 银杏园里还看不到一片金黄的盛景 但银杏树上已经硕果累累 在泰州乡村 秋补之道基于农家食材 银杏果和老母鸡是最好的搭配 真累 真累 按下来 去看 我们下单什么 老母鸡 不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成熟的银杏 果实饱满圆润 但这种果实耐看 却不能直接食用 因为银杏果微毒 食用银杏果 首先要去除毒素 银杏果采回后去皮 入盆反复淘洗 处理好的银杏果 沥水晾干 待果壳渐变为白色 便可以进行二次加工 银杏果虽然有毒 但它也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不同于一般的果类 去皮晾干后的银杏果 还有一层白色的坚硬外壳 外形酷似未开口的开心果 敲开果壳 银杏果向食材的转变 还剩最后一步 沸水烹煮十分钟 使银杏果毒素分解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泰州人对进步的探索 养了两年的母鸡 正值产淡高峰期 翁絮也毫不吝啬 白果炖老母鸡 营养价值不言而喻 其关键在于口感 翁絮将分好的鸡块下锅 热油翻炒 待鸡肉中脂肪分解的油脂 香气扑鼻时 立刻加水锁住香味 葱姜用量的多少 及下锅的时机 翁絮把握得恰到好处 辅料味道不能喧冰夺主 带鸡肉变白 逐渐脱骨 银杏入锅 银杏微苦 在温度的催化下 一种草药香味 逐渐弥散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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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殖水禽是临水而居的泰州百姓历来的传统 鹅自然在泰州人的食谱中占有一席之地 丁千阳抓住了泰州人的口味 也抓住了在泰州养鹅的商机 泰州人对鹅的挑剔从食材上打分 品质不好的鹅并没有销路 这就要求丁千阳在养殖手法上下功夫 鹅是素食主义者 黑桥麦是丁千阳做饲料的首选 这个鹅就是我们泰州大白鹅 是特有的 我们泰州地区的特有品种 然后饲料这一块的话也是我支配的 没有任何添加剧 没有任何那个缓和料什么东西 它能长到八斤七两以上 到九斤主义 就是七十天 如果七十五天呢 就达到九斤半了 泰州大白鹅又厨时期 颜值就高 脑袋圆润饱满 杏眼小嘴大脚扑 往往等到小鹅脱去容医 换上羽毛 就可以触碰活动了 丁千阳的鹅多数属于散养 场地有限 它只好控制养殖的数量 为了保证存活率 美兰标准一百只 温度保持三十摄氏度恒温 这是丁千阳多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泰州人吃鹅 必须选择养殖两年以上的老鹅 这个鹅基本上都给人家定了的 这个我们就按照二十二块钱一斤 本身二十五我都不买 六十二斤多 喂 喂 丁总 对对对 我顾楼店 然后明天你那个鹅 老鹅早点过来 对 送过来 明天中午那边大概有个十桌 人家点名的 对 厨师杨君是丁千阳的老主顾 每逢秋冬季节 杨君的餐馆里对鹅的需求量 总会逐日攀升 并不是每一位顾客都有口福 要品尝杨君做鹅的手艺 需要提前预定 烧这个鹅汤全程是不要一滴油 因为这个鹅本身它就是油脂 仅凭一只鹅 一口砂锅 能否成就一味农家老鹅汤呢 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水与火的掌控 是做好这味汤的关键 焯好的鹅块入砂锅 加入辅料及足量的水 千万不能误认为点火就行 杨君的经验在于 根据鹅的大小决定加水多少 在炖汤的途中 不能再有任何增减 这个水以加到没过鹅为止 把鹅头全部进到汤里面 姜片 同时还要把握火候 定住文火慢炖两个半小时 中途不能调节火力 论秋谷之道 与鹅汤的搭配是水香老鹅包 只有鹅肉在口腔翻滚 才能咀嚼出食令的味道 做老鹅包的功力在于长勺 一只三四公斤重的鹅 全部入锅 要让每块鹅肉入味需要功力 一勺秘制料汁 是成就一锅老鹅包的关键 羊群的料汁是用各种香料 及植物调味料熬制而成 带鹅块均匀上色 这是开始包的信号 包熟老鹅需要一个半小时 此时汤锅里的汤已经香气四溢 经过文火的长时间围攻 鹅肉已经松散脱骨 肉质纤维汲取了羊群的秘制料汁 入口前草香弥散 火候的把控成就了鹅汤的清甜 鹅一般生长在靠近河边的地方 所以这种鹅养殖出来的 这个品质的非常好 而且它做成这种汤 它们比较鲜肥 肉奶也好吃 也很香 人体所需的优质高蛋白 多种氨基酸 是对鹅肉的科学论证 吃这个老鹅一定要多喝点汤 而智慧的泰州人 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水情的秋谷之道 在雾华天堡的泰州 秋风颂爽时节 正是水产肥美之时 将就入秋进谷的泰州人 自然不会遗漏来自江湖的馈赠 追求鲜美首选螃蟹 但论起食补 它并不是最好的食材 有一种水产 是泰州人祖祖辈辈认可的食补良才 那便是甲鱼 一场秋雨过后 气温骤降 池塘里的甲鱼都藏进了水底 冷天里捕捞甲鱼 只能汤水碰运气 这边甲鱼多了 七八个 有了 多大了 二斤多了 二斤多 你看 这鱼有用 你看 好 丁军的甲鱼属于散养 生长环境接近于野生 甲鱼的养殖密度小 生长周期较长 因此食用口感较好 这个有怎样 这个记得吗 四年到五年 这个里 它是老户 你看它这个爪子 跟菜市长卖的都不一样 荷花 荷蹄 这些 你看 荷花的 这些 作为秦湖八仙重要的食材之一 陈吟选甲鱼 必须要接近野生甲鱼的品质 正因如此 陈吟所做的甲鱼 在当地颇受欢迎 是宴席中必备的代客菜肴 到了秋不时节 宴席上更是少不了甲鱼 主厨陈吟要为今天的宴席 做一道重头菜 红烧甲鱼 因为我们这边特色就是水产 就是来到青帮好友 他都是首先介绍就是秦湖八仙 甲鱼在秦湖八仙里面 可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 红烧甲鱼的传统做法 是在大锅里集中翻炒 在分盘 因此 把握好火候并不容易 细心的陈吟 要提前做到样菜 拿捏好味道与火候的标准 给大锅菜做参考 陈吟对甲鱼肉的处理简单利落 红烧甲鱼入锅过水 去除表层鱼皮角质 再用凉水降温 让鱼肉迅速收缩 锁住水分 用热油 葱姜 爆香呛锅 似乎是大多数水产食材 入锅的前奏 葱的香 和姜的辣 融于汤汁 开始浸润甲鱼肉 啤酒 这是陈吟的常备料 啤酒相比料酒更为绵软 其中的酒精能带走鱼腥 同时麦芽糖成分 预高温在锅里转化 使得汤汁微甜 香味浓郁 接下来出场的便是银杏 提到进步 用银杏配甲鱼 可以说是泰州特色 两味食材的搭配 似乎相得益彰 酱油的参与 让锅底的甲鱼失去了本色 白果甲鱼上桌前 需要做造型 在分切甲鱼时 陈吟在刀法上留有一手 喂的就是盘中的甲鱼 更加生动有形 甲鱼的肉质鲜嫩 但骨头较多 品一口甲鱼 再吃一口银杏 感受它的软糯 荤素搭配 妙趣横生 吃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人热衷的话题 吃什么 怎么吃 每个地域都能给出千百种答案 水产作为泰州食谱中的重要内容 在当地的宴席上必不可少 你如何装着 大船 费 lines 让我来 勒 费 许费 尖 费 属 费 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